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有几样东西 就是枣和栗子 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洗净 枣栗子 对吧 婚宴上的大菜 这道菜 这就是枣栗子小牛犊了 也对 这孩子壮了 这道菜的全名应该叫什么呢 是大师 枣香栗子焖牛肉 枣香栗子焖牛肉 这道菜 您给我们说说它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这个菜的好处营养价值比较高 对 这个牛肉呢 它传统是叫炖牛肉 这个我们加了几味料 跟传统的牛肉不一样 第二呢 我们加了点生栗子 跟大枣 增加它这个牛肉的枣香味 还富于营养 对 牛腩软烂入味 栗子糯香可口 浓郁的汤汁中 尽量还营绕着红枣的丝丝甜香 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秋冬养生佳品 制作这道菜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牛肉 芹菜 西红柿 洋葱 胡萝卜 金丝红枣 栗子 调料有蚝油 豆瓣酱等 炖的牛肉 有选牛腩的 有选胸口的 胸口肉呢 筋多点 牛腩呢 就是五块三层 一般炖的吃就还是牛腩最好 对 因为我们现在加工的过程中呢 有的不好切 如果不好切 我们整块 哥 所以先焯一下 定型 定完锡 切好切 这个肉呢 比较整我们就直接切就行了 明白了 就是如果买来一块肉 它看上去不是很好切吗 水了大滴 对对对 不好切 食到不了呢 我们就先把它下到滚水里面 滚一下 定型 定型 我们再捞出来就改成 就改到比如说还是切成这种块 改完了以后再焯一遍 这个功能是为了要去它的这个血水 血水 但是我们做牛腩肉啊 买完以后必须拿水泡 最少泡四个小时 一直都在说这个问题 要把里面的那些脏东西啊 泡出血水 血污啊 都泡出去 对 那前面一段时间 我记得您说到 在做鸡肉 鸭肉啊 在做猪肉 羊肉的时候 为了要去它这个里面的这个水汽 嗯 还可以先煸炒一下 对 那个牛肉用这么做吗 牛肉也得煸 也得这样 对牛肉也得煸 也是目的是一样的去它的水汽 一样去它的兴气 水汽 嗯 所以现在这种方法其实是工序稍微多了一点 对 但是味道特别好 更精细了 嗯 好 好 我们凉水下锅啊 焯到多少凉水下锅 是完全是凉水 是吧 对 完全凉水下锅 反正逐渐升温 把它血水慢慢慢慢 它就给吹出来了 嗯 在这过程中呢 我们切点配料 好 为牛肉焯去血水的同时 石大师把西红柿 洋葱 芹菜 葱 姜 切成大块备用 这五种配料 是烧炖牛腩的黄金搭档 您可得记好了 这边煮着 我还想问您一个小问题 就是您看您选的那个枣栗栗子 这枣选的是这种金丝小枣 金丝小枣 因为大枣啊 它那个要抛 一炖呢 它就烂了 我刚想说我们家要没有 我用大枣行不行 大枣也可以 就味道上是可以的 对对 味道上还可以 就是煮出来容易就化在里面 我们现在都是灌重栗子 挺多的 最好选上那生栗子 对 我刚想说 我看您用的是这种熟栗子 我还想是应该的 还是说 不是 应当是生栗子 生栗子的味比较香 因为颜色比较好 金黄色 但是那要把它弄熟 时间可能就得长一点 用不了 这个压 我可以靠压锅压 对对对 这牛肉一块压 那我就放心了 所以我们要做这个 尽量卷入生栗子 它真的不好买 对 现在还得到干货市场去买 你看 好可怕 如果不是焯这一遍水 我们这个肉汤里得有多少 这干东西 太脏了吧 所以我们有时候吃新疆的羊肉 就觉得 它肉那么轻 这么鲜 它实际上弄一大锅 它水特别多 从一边炖 一边撇墨子 直至没有墨的为止 就是这过程我们没看见而已 对 我们就以为是那羊好了 不是不是 它是操作过程中 嗯 第一步 把牛腩切成大块 焯去血水备用 把西红柿 洋葱等配料 改造成大块 注意 焯肉的时候 一定要冷水下锅 这样才能充分的让血水和杂菌 彻底的释放出来 开始炒了啊 嗯 打开火 还有热锅凉油 您说开炒 其实就是说要煸一下 这个牛肉了 嗯 如果是要先煸一下牛肉 那就应该是热锅凉油 对 要不否则也抓锅 嗯 我们先煸到块酱 嗯 煸完以后 煸酥的再下牛肉 哦 这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做法了 今天石大师在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了 他今天要炖的这个牛肉 跟我们传统炖法在口味上会有点差别 差别很大 看看这个差别到底发生在哪 主要还是在您的用料里头对吧 用料还有擦擦方法上 擦擦方法上 传统就是擦点那个柜皮啊 香叶啊 那些药料 我们的那个我们早相形的 老师发现您一样那个都没有 没有 八角啊 对 柜皮也全都没有 但是我们做出的一个肯定是没有这种兴趣味 我们先搁点这个豆瓣酱 煸豆瓣酱 对 这煸火啊 嗯 这一定要煸火煸 嗯 小火 要不然一下就糊锅了 好 我们下出这个啊 我们下出这个啊 在这大火 煸透 这个煸的过程呢 也是在出水 把它水分弄出去 水分挥发出去 嗯 那个香料下去 嗯 好 我们现在搁点料 好 先搁点葱姜 好 好 进一步的调味会发生在待一会儿吗 还是在 待一会儿 嗯 我们这边啊 要把这料拿过去啊 嗯 好 我们下一步下这个啊 西芹 洋葱 大家看这个顺库啊 嗯 刚才先割的是 豆瓣酱 然后是下牛肉 嗯 你以后那味儿不一样了 对 马上 对 味儿啊 用不着鞭 它出不了什么味儿 它就解这个 嗯 牛肉那个酸气的 嗯 哎 增加这个 这个味道 我们现在 来了 开始放 料酒 嗯 好 料酒 嗯 料酒 料酒 下去 酱油 烤起 这酱油不要多 嗯 放个点烤油 这就是今天 十大师做的这个牛肉的 在口味上的这个 不同之处 好 我们放点水 这就开始进入要烧它的阶段了 对 可不要多 嗯 别没过食材 啊 这个事是 如果你在家里头 嗯 你想 我们要用汤煮上面条 牛肉面吃 嗯 我们要汤放多点 嗯 如果我们要说 这味儿浓的 啊 就可以放 汤放朝着 用微的方法 嗯 就是最后收一收这汤汁 对 嗯 这样就等于是 进入烧吃的过程 嗯 再放点盐 做牛肉最高境界 就是软烂入味 对 对 那要达到这个境界 您说在家里 简便的方法是 可以用高压锅 嗯 在其实在饭馆 也用高压锅 哦 其实为了快一点 好 我们用高压锅 啊 这个阶段就可以了 对 这把调好 我调好色的 可以了 就是 所有的食材都下锅了 调味也调完了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你看啊 嗯 我们还得尝尝 这个必须最好有点汤 嗯 怎么样 这边先关火 我们到里了 到里头 盖盖儿 您不是觉得忘了点什么吗 没有 没有 我 你 对 对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特色 对吧 要枣香味 粒子味 我们把这火点开 这个枣和粒子割里了 嗯 这个闷上 闷上 好 15分钟到20分钟 哎 这个15分钟到20分钟 之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什么手程 啊 之后就是 我们这个做农香型的 嗯 要让瘦肉汁 就是混上这锅来 如果说 如果说我们要想在家里的啊 做牛肉面 嗯 我们的汤得多点 好 这牛肉面味道是特别好 肯定好 嗯 第二步 把豆瓣酱煸香 下入牛腩和洋葱等配料翻炒 调味后加入水 倒入高压锅中和栗子 红枣 一起煮至15到20分钟 注意 在做炖煮类的菜时 最好选用金丝小枣 因为普通的大红枣 肉质松软 容易炖烂在汤中 影响造型 18分钟了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 这到火车的生意就可以了 嗯 差不多 你看香味出来了啊 嗯 香味一出来 这肉就熟了 嗯 如果要吃面的话 就煮出面来 把这往上一浇就行 对 还是把它丢到这个汤里 这牛肉面 多放点汤 多放点汤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 看 哎呀 哈哈哈哈 看看啊 嗯 啊 颜色 看着这个汤汁 是和牛肉面颜色的味儿 哎呀 虽然我很好 你搁这个料 嗯 牛肉面的味儿就出来了 出来了 对 你看这勺啊 哎呀 汤汁真漂亮 牛肉面的料啊 你看 真漂亮 酱油一定要 红亮红亮的 酱油一定要扫割 把这个 剪出来 嗯 咱们这个红亮红亮的汤是哪来的 我想想有辣椒 有 有那个豆瓣辣酱的红 对 有蚝油 不对 西红柿胡萝卜的红 蚝油 它不混 它出提香味 嗯 你看我们 把它剪出来 这个是给 纯吃肉组用的 还一会儿我们把胡萝卜搁在上 对 很多人是吃菜竹 他这个时候要剪出来 他会生气的 吃的就是这个 我们呀 这么着啊 呐 盛出来 嗯 好 现在就出勺啊 对 好 嗯 真香啊 这个枣的味儿 居然能这么 这么突出 我没有想到 枣的味儿其实挺串的 枣这个东西感觉 栗子味儿倒没怎么串 因为栗子熟栗子 对 栗子是闻出来 嗯 那个枣是感觉它很温和的一种甜味儿 对 枣香嘛 怎么在汤里面会有这样的味儿呢 其实你看颜色也特别好 嗯 我们酱油一定要少割 枣香栗子炖牛腩 滋补养生 风味十足 您也来试试吧 第一步 把牛腩切成大块 焯去血水备用 第二步 把豆瓣酱用油煸香后 下入牛腩和配料翻炒 调味儿后加入水和栗子 红枣倒入高压锅中煮至二十分钟 第三步 把压好的牛肉倒回锅中收汁 挑起芹菜 葱姜等辅料 即可装盘上桌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这个烧牛肉 或者说炖牛肉 最神话的那个境界 软烂 入味 入味 富于营养 富于营养 枣香味浓 还有枣和栗子的香味 今天这道菜呢 是特意献给浓浓的秋意的 谢谢石大师 除此之外呢 这个枣和栗子 也不能只做这一道菜 对 还要再交给我们做一个锦囊 就是用它们来煮粥 煮粥 在秋冬季节 来上这样一碗滋补暖胃的 红枣板栗粥 是再惬意不过的事情了 需要准备的原料很简单 金丝红枣 栗子 大米 小米 红枣板栗粥的做法 和一般的粥 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为了达到养生 增稠的效果 最好加入一些小米 小米具有温补脾胃的养生效果 还能让粥变得粘稠好吃 再加入适量的金丝小枣 和板栗一起下锅熬制20分钟左右 一碗红枣板栗养生粥就做好了 这里有热辣出炉的吃货掌门 这里是全所未有的吃货机会 先其四季让你大开眼界 二姑娘 这能斩货吃货界最高准率 CCTV中国味道第三季 道德全带您品味 中国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